气候暖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 上周11月17号 地球单日平均气温增加幅度 已经采过了摄氏2度的临界点 而在台湾 暖化的情况似乎更明显 气象署表示 从1991年到2020年 台湾每10年气温上升幅度达到摄氏0.29度 比全球的0.21度还高 气象署指出 这主要是东亚地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东北季风强度减弱 导致台湾的冬天 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冷了 气氧署气候预报科告诉媒体 其实在统计上 北半球暖化程度高于南半球 陆地高于海洋 东亚地区又是暖化现象 特别显著的地区 这也是为什么 台湾增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的原因 而在降雨部分 虽然台湾年总领量 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 但是极端降雨的强度却增加了 综合过去资料来评估 台湾未来受到气候变迁影响 降雨形态会逐渐呈现 干气更干 雨季更湿 连续降雨日缩短 连续不降雨日变长 而且没雨季极端降雨增加的趋势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